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我们通过对市场营销这门课程的介绍之后 我们想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为了使同学们系统的了解市场营销 更贯穿市场营销的这些知识点 我把市场营销的这些知识点变了一幅扑克牌 那么这个扑克牌 是能够贯穿我们营销学讲到的一些主要的东西 同学们通过对这幅牌的了解 把我们的知识点给串起来 那么尤其是通过打这幅扑克玩这幅扑克 更多的了解我们市场营销的精髓所在 下面我们简单的把这套营销扑克的体系介绍一下 那么打扑克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扑克的这种规则 这个规则我制定了四条规则 第一条叫先定规矩后玩牌 咱们所有的玩牌都先要定规矩吧 咱们怎么玩 那么是兜地主 还是跑得快 还是升级等等 你都定了规矩 每一种玩法都有每一种玩法的内部的规矩 所以要先定规矩后玩牌 这是游戏规则 第二条呢就叫不守规矩要淘汰 你不守这个规矩要淘汰 这玩牌的时候你不守玩牌的规矩保障会淘汰 其实做市场一样 你不符合不遵守市场的规律 也必然会被市场所淘汰掉 这是一种惩罚机制 第三点呢就大家都讲优胜者 就玩牌是一种讲优机制 就谁玩得好 那么大家谁赢了 大家都讲优他 所以这是一种讲优机制 第四个要不要怕输继续来 就是玩牌你不可能永远地赢 做市场也是也没有长胜的将军 所以只能我们说有输有赢 再才是符合市场的规律 要不能怕输输一排不玩了 那可能不是做市场的一种基本的精神 所以这是一种不怕困难的这种精神 所以游戏的规则 惩罚的机制 讲优的机制 和不怕困难的这种精神 即使我们玩牌的这四个基本的规矩 其实也是呢 我们进行市场营销活动过程中 常用的这四个规则 所以这个规则大家要了解 那么了解了这个四个规则之后 我们先介绍一下营销的这个牌 大家知道我们市场营销学 我总共分成了五大篇 所以就第一部分就是市场分析 在市场分析中有一张 我们称为帝王张 也就是说这一张里面有两张牌 一张叫大王 一张叫小王 这玩牌的时候都知道大王小王 大王我们称为叫消费者 小王我们称为用户 那么为什么我把消费者当大王 大家知道消费者是在我们 整个营销中 他具有着对的权力 一切以市场为中心 一切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 所以消费者说了算 托克牌中大王是大牌 我们在营销活动过程中 消费者就是大王 消费者为王 那这个消费者还有一块用户 用户你说也是我们的顾客 他怎么成了小王呢 用户 我们说他多数的是产业性的用户 而这种产业性用户 大家知道产业的需求 是一种什么派生需求 它是基于消费者的最终需求 来产生的这种需求 所以塔的地位 向帝来说 没有消费者的地位高 所以我把它设成小王 这是关于王牌这一章 实际上在我们教科书里面 就是第一 除了第一单元是个序论 营销观念 营销概念之外 接下来第二个单内容 就是第王章 也就是第二章的内容 接下来就是第二大部分了 第二大部分里面 我们有两章内容 一章就是营销的环境分析 还有一章市场的调查与预测 这两章内容 实际上都是我们称为 叫营销环境这一大篇 一方面就是我们要了解 营销的环境 那么营销环境分为呢 伟观环境 宏观环境 战略环境 竞争环境 这样几个方面 那么这四张牌呢 就构成我们营销环境的四张牌 了解这些环境因素怎么办呢 就要进行大量的市场调查和预测 市场调查 我们说是了解过去和现在 市场预测呢 是把控未来 那么这种市场调查里面和预测 这一张内容里面 包括市场信息 那么市场调研 市场预测 和市场反应 这四个部分的内容呢 就构成了我们市场调查与预测的 这四张牌 然后我们说基于前面的环境 伟观环境 宏观环境 竞争环境 战略环境 这四节 与我们的这种市场信息 市场调研 市场预测 市场反应 这四节 就构成了我们 整个营销环境的 这两大牌 这两大牌 分别是接和二 接和二 大家知道在牌的体系中 接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做营销中 这个环境也是极为重要的 它是基础 但市场调查预测 为什么是二呢 大家知道 在我们许多玩牌的扑克中 二都是个大牌 仅次有王牌 但也有的打升级 你们说 现在来打灌弹 等等 它可以是呢 有时候很大 有时候很小 它是个起点 其实我们做市场营销 也是市场的调查 市场的预测 也是我们的起点 它即使很大 也可以很小 所以我们说 它是个二的 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这是我们说 关于营销的环境 第二大部分 第三大部分 我们称为营销 营销战略 在营销战略中呢 我们分为这样的四大章 第一章就是营销战略的模式分析 接下来就是STP 市场的细分 目标市场的选择 市场的定位 这构成了我们整个扑克牌中的 三四五六 这四大牌体系 我们先看看三 营销战略这张牌 那么这张牌里面 我们讲营销战略的时候 先讲了营销战略的组合 我们实际上 对我们整个的营销 先有个营销战略的组合 常见的营销战略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我们看发展性战略 有密集化发展战略 一体化发展战略 和多元化发展战略 这三大战略体系 与我们的战略组合 就构成了我们战略中的四张牌 但如果我们纯粹的战略方式 也有呢低成本战略 集中化战略 差异化战略 那这里呢 我们就以发展性战略为主 构成了我们战略中的四张牌 就是战略组合 密集化战略 一体化战略和多元化战略 接下来的市场细分 这张牌 那么这张牌呢 市场细分 我们大家知道 有几种细分的方式 消费者的市场细分 我们可以按照地理细分 人口细分 行为细分 受益细分 如果是产业市场呢 我们可以按照区域化的细分 规模化的细分 等等这样的来去细分 当然现在除了市场的细分之外 还有呢 市场的剧类 数据的分析等等 所以市场细分 在这一张牌中 更重要的是 把握细分的依据 把市场如何分开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说 把握住消费者市场细分中的 地理细分 人口细分 行为细分 收益细分 这四种方式 那么第五张牌 就是我们说 目标市场的选择也称五 五在我们扑克牌中 它是个非牌 就如果打升级 逮非的话 那么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牌 它是个非牌 也就是说 在我们企业影响活动过程中 目标市场选择 是否正确 是否合理 是影响着我们 影响效果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一般来说 目标市场的选择 我们书上介绍了三大类 就是无差异的这种策略 还有差异化的策略和集中化的策略 但是我们介绍的时候知道 差异化是可以分成两类的 一种叫多方位差异 一种叫全方位差异 这样就构成了四张牌 就是无差异的这种策略 还有多方位的差异 还有全方位的差异 还有集中化 这样的四张牌 这是关于无这张牌 那么六呢 就是我们说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 我们大家讲到了 它是如何在市场上 发挥自己的这种特色 形成鲜明的形象的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那么市场定位呢 常规的有四种定位的方式 市场领导者 市场挑战者 这是强者的定位 还有两种市场跟随者 和市场失忆补与者 这是一般的弱势企业的定位 但是具体采用哪种定位的方式呢 要取决于企业的实力 取决于市场的情况 来具体决定 那么这样三四五六这四张牌 就构成了我们营销中的战略组合 就是我们讲营销战略的四皮 是这四张牌 接下来第四部分呢 我们成为市场营销策略的组合 那么就包括七八九十了 这在扑克牌中七八九十 这四张大牌 那么在这四张牌里面呢 我们说每一个牌都有黑红梅方 这个体系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整个的营销组合中 其实产品的测量 我们也有四个很重要的内容 一个就是产品组合的这种测量 我们如何组合产品 这里面涉及到产品组合中的产品线了 产品项目了 产品的关联度了等等这些方面 第二就是品牌与包装 我们讲产品测量中 品牌测量包装测量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块就是产品生命周期的理论 这个同学们知道 产品处在不同的周期 是导陆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决定的卡的成败 所以这个测量很重要 所以还有个新产品开发的这种测量 因为这个新产品开发 是企业不断开发新市场 不断了解新需求 是实现我们新产品不断容肃发展的一个需要 所以新产品开发测量也很重要 所以这四张牌构成了我们产品测量的四张牌 那么有了产品测量 接下来八就是价格的测量 价格是一直看不见的手 才可以它调节的供求 它既是营销的测量 也是促销的手段 我们好多好多的企业 正是因为价格制定的合理 使得企业的产品能够顺速打开 也有些企业因为价格定的不当 使得企业产品自销 所以价格测量在我们营销测量中 是一个最关键的 因为性价比是消费者选择企业 永恒的一个发展 所以价格测量里面 我们把握住最重要的 除了要了解影响定价的因素 还有了解我们的定价目的 还要了解我们的定价策量的方案 这里面我们介绍了四种定价的测量 一种叫成本导向型的 第二种叫需求导向型的 第三种叫竞争导向型的 第四种叫心理导向型的 要基于我们对这种不同的定价的导向 来合理的制定我们的价格 那么接下来第九呢 就是渠道策略 渠道大家知道是我们重要的王牌 也是我们在营销活动过程中 极为重要的内容 我们说渠道为王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渠道是我们重要的无形资产 但渠道呢 都又分为这样的一些基本理论 就是我们要长渠道短渠道 有宽渠道真渠道 那么渠道呢 其实我们把握住长渠道和短渠道 短渠道 最短的渠道零渠道 就直接销售 大多数的渠道是间接渠道 这种间接渠道 有批发 零售 代理 这样三种方式 所以合在一起构成了 我们批发 零售 代理 直销 这四张牌 这个要了解 再接下来呢 就关于第十了 促销组合测量 我们讲过了 促销是最有效的一种营销手段 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企业 营销的效果的很重要的方式 所以促销组合策略 在我们整个的营销管理中 是极为重要的内容 也是企业家们极为重视的内容 所以它作为十 在扑克牌中也是很重要的牌 因为要逮分牌 这个十很重要 那么十这里面 我们讲过了营销的四种组合 我们说人员的这种促销 广告的促销 公关的促销 营业的推广 这样四种方式 第五大部分呢 就是关于营销的管理 我们讲过了 营销的管理重点的把握 营销的计划 营销的组织 营销的控制 营销计划里面 我们设立了目标的确定 很重要 确定了之后呢 还能把任务能分解 接下来费用怎么预算 然后如何去实施 这样的四张牌 还有呢 就是营销的组织 大家知道营销组织 分为常见的四种组织方式 但实际上往往是 现实中是多种方式的综合 或者是符合 但是无论怎么符合 最基本的方式 大家要掌握 就是区域式的 按照地区组织市场 第二种呢 智能式的按照营销的智能 来组织市场 第三个呢 就是按照产品来组织市场 第四个 按照市场的方式 来组织市场 这四张牌 最重要的一张 我们称为第凯章 叫营销的控制 凯这张牌 在我们扑克牌中 是很重要的牌 它即使很大的牌 也是逮非的牌 所以凯这张牌很重要 那么营销管理中的营销控制 也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企业的营销成败 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营销控制的如何 那么营销控制 控制哪些内容呢 我们讲 课的时候讲到 营销的销量控制 你搞营销 销量能不能控制好 第二个 费用能不能控制住 三 利润能不能控制了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风险 能不能控制住 这几大控制 销量的控制 成本的控制 然后利润的控制 和风险的控制 构成我们营销控制的四张牌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营销 扑克的这样一套 结构体系 我们把市场营销学 我们整个营销学 十五大篇 十五大章 十五个单元 除了第一个单元 是我们讲的营销概念之外 接下来的十四个单元 分别按照 第王章 第尖章 第二章 然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章 然后第丁 第圈 第凯 这样上 所以你如果把那个书 这样看 这个书的结构 你就能更容易清楚一些 每一章的章节的最主核心的内容 通过这个扑克牌 你就能够贯穿起来了 那么了解了这个扑克结构之后 最重要的就是怎么玩这个扑克牌 我们下一讲再说 就能够购买了这个扑克牌 就能够购买了这个扑克牌